歡迎回到布希布萊恩的頻道 大家好 我是布萊恩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講包包的事情 包包換包包 應該我沒有包包可以換 但是包包我很內行喔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在重機圈裡面 蠻知名的一個包包 它是硬殼的 就是我們背後面這兩個 非常著名的這個硬殼包 官方的說法就是說 這個硬殼啊 除了說讓你的物品方面裡面 比較堅固以外 就是當你在發生意外的時候 它可以保護你的背部 那也在事實上的應用上 確實因為這個背殼包而受到保護 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 AKA的看你老師 他們在路上孤輪那一支影片 他們有一個朋友 在路上孤輪擦撞了前車之後 他摔倒的時候 剛好就是硬殼包頂住了他的背 我相信或多或少 都是有一點點幫助 因為背後是蠻脆弱的 一般人對這種硬殼包 它的概念就是硬殼包應該 不太重 又是硬的嘛 所以你塞不了東西 但其實啊 它蠻能塞的 它旁邊這兩個 拉承打開 之後 這個插銷 釋放之後 它側面這個其實是一個風情 可以放蠻大的東西的 原廠說是25公升 但是我這樣看起來應該最多 123456 頂多8瓶礦泉水 側面看起來好像在這邊有個凹槽 那這個凹槽 它本身是可以再附加一些小包包 比如說你也可以再加一個網子 可以掛你的安全帽 擴充功能非常多 也是這一個包包的特色 它的旁邊這些東西 都是模組化設計的 整個包包的靈魂就是這個殼 但是啊 雖然說整個包包的靈魂是這個殼 但是其實這個殼 應該算是最容易換的就是這個殼 也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很多殼來互換的 主要是裡面這個結構 那裡面這個結構啊 它裡面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裡面還有一個托底在這裡 然後這邊放個15吋的電腦不是問題 以這個25公升的來講 然後也做了非常多的隔間 深深淺淺的隔間 放電腦都沒有問題 那像我們在其中期最常放的 魚衣也沒有問題 而且說實在它腫脹的時候啊 並不會像一般我們那種布包包 塞滿了之後腫脹會變得很醜 就是變形 這個不會 打它撐撐這樣子 你背在背後也是蠻好看 待會再背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外觀上面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連這個條也是可以換的啦 你可以把它換成什麼白色 紅色 最近還出了要粉藍色 然後這邊都可以掛東西 這邊可以掛東西 連這個東西也都是可以換的 它掛成了這個 也有擴充包可以有買一個網子 那個網子可以幹嘛 就是可以背你的安全帽 但是我 我應該是不敢把安全帽這樣背啦 因為轉身就 背後來講一下 上面是這樣子防水拉鍊 我通常把比較慣用的東西 放在這裡 背帶 你看它的背帶 然後這就是它的墊底的部分 然後還有兩個腰靠 講到這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覺得 哪邊怪怪的 就是其實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淘寶貨 這個只要大概2000塊左右吧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致敬品 我不曉得這個殼有沒有專利 所謂致敬跟仿冒就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東西是沒有專利的 你沒有放上它的LOGO的話 那就叫致敬 如果它這個殼是沒有專利的話 那其實它這樣做其實並不違法 只是說這就是一個山寨品 價格大概是2500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由台灣總代理 沒有贊助 Point 65N 原版貨 後面上看還是會有差嗎 有差 顏色上有差 顏色上有差 真的嗎 當然有差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白色 但是其實你細看的時候 老實講我剛拿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就不錯了 背起來不是一樣的嗎 但是其實我們剛一開始有講過了嘛 這個包包它除了說裝東西以外 我們還希望它在背後 有一點安全的保護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一個包包拎出去幾次之後 它的這一條就已經斷掉了 這邊有一個 它已經斷掉了 所以你不要再奢望 真的出了什麼事之後 它可以 我是對它沒有信心的啦 但是當然它們價差非常的多 已經到了五倍六倍的程度了 好 我們現在看用料的部分 兩個的頂蓋 這個還有一個反光片 這個是沒有反光片的 這樣子好像比較貴 但是你看 它雖然有做這個型 但是貴的是薄薄的 這一個是 裡面好像泡棉比較厚實的多 然後最重點是這個膠帶 這個 這個 它好像做反了 它蓋起來的時候是這樣 你再蓋起來的時候往下 然後再來就這一塊 這一塊也相當的廉價 一樣都是這種 對啊也是雙層 這一塊的布真的是廉價來很多 這一塊 再來看它的五巾 你看這五巾 你看它的五巾側面都是不平整的 你看它出來嗎 像這個 有沒有 然後你看這個 五巾用的要差蠻多的 插銷老實講差不多 除了你看它這個開膜的 旁邊摸起來會刺刺的 然後再來看這個線 這個線 也是有插的 粗的就是好 這粗細也差蠻多的 這完全就是簡配版你知道 就是都一樣 功能也都一樣 然後樣子也都一樣 但是就是簡配版 這個薄很薄 這就是很扎實 然後再來看這個頭 差蠻多的 底座這邊有一個像 類卡蹦的東西 類卡蹦的東西 形狀也不太一樣 當然看起來的質感 還是這個比較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小輪子好了 這個質感就真的差蠻多的 這個 這個質感就差蠻多的 那上面這個造型就很漂亮 上面還有這個印製 這編條老實講 你單獨看的時候 還不覺得怎麼樣 那比在一起看的時候 就覺得這 嗯 這邊這個是外加的啦 然後這個要 這邊的正品這邊 螺絲配的都是黑色的 這邊倒是配的就是銀色的 赤裸裸的 給你銀色的 然後側面這兩塊布 這個是比較厚的 這個是比較薄的 然後跟別說這種針腳 然後我剛剛有發現到這邊 這個是兩片做成的 看得出來吧 這個防爆瓶這邊是兩片 然後這邊是一片 一片兩片有什麼差呢 一片的Loss比較大 所以成本比較高 如果做包包的生產 應該知道這個Loss會比較大 然後因為它是拼接的 所以它被拉破的機會也比較高 這樣的做法比較省布料啦 然後就是省成本的做法 然後這個就是一體式的 所以它的抗拉拉扯力也會比較好 這就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然後再來反過來看背帶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仿的跟正品啊 仿的有一種那種特殊的功能 就是它比較不怕刮 直接下去就對了 背後這一個大墊 就真的是差很多很多了 這個就是一般做包包的方式 而且是比較廉價的 這種就是尼容布後面是加膠的 沒有什麼透氣性可言啦 然後這個就很簡單的 就是這種網布裡面加海綿 這個部分的樣子 就跟一般我們廉價的那種電腦包裡面 最常用的就是這種構造 背帶的這兩個死硬死硬的 厚度是有啦 死硬死硬的 然後這邊有兩個反光片 再看正品的這邊 這邊整個是有造型的這種 這樣對比很明顯嘛 一個是蓬的 一個是凹的 這非常明顯的 這個可以想要到 你東西背進去 你背上你的背了之後 它就整個像龜殼一樣的照在你的背上 這個就會像凸的一樣 有頂住的 然後這每一個凹凹凸凸的要幹嘛呢 能確保你的背 就是它貼在你的背上面的時候 這些地方就會是空氣的流動口 啊咧 對啊我現在背的時候 腰靠上來的時候 你的肩膀會有一個像這樣東西 你的背 然後這邊會有個這樣頂著你 還是蠻舒服的 然後調整的方式也是蠻快的 這條高低的方式 這條鬆緊的方式 背起來這樣 不然是騎車的時候是這個姿勢 然後下面這邊 這是一個像皮質的東西 這個地方也會是一個散熱的部分 散熱的部分 散熱的這個也有啦 只是就你看這邊只是一件事 它裡面其實有海綿 那海綿已經跑位了 這邊整個是紮實的 這邊整片都是紮實的海綿 這邊的海綿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就是這一塊到這邊是空的 海綿在這裡 它本來應該整塊的嘛 會縮起來 縮在這裡 縮起來 這邊是沒有的 就是這種細部的地方 然後再看看背帶 背帶的部分 原廠的這個也是死硬的 但是裡面這一層摸起來 像是有點記憶型的那種海綿 惰性海綿的 壓進去它膨起來會比較慢 反光的部分當然呢 這也是正品的就是優秀 車工啦 然後造型都是漂亮的很多 這個反光起來看起來髒髒的 這是影色的 這真的不是先入為主 這拍的滿明顯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裡面 裡面這個就一目了然 我不用多說了 裡面這個隔間的做法 這就 裡面這隔間 你來看看這個就很簡單 但是它其實它功能都有 這邊放電腦的這一層 薄薄的這個護墊 然後一個 這裡是一條Q大 這個剛才放電腦的 然後這邊一個Q大 你要放文件什麼的時候 可以夾在這裡 然後這邊一個口袋 這邊一個大口袋 它的比較簡單 一個 兩個 三個口袋 這邊一個 兩個 三個 加上這個放電腦四個 它比較簡單 看到正品的這邊 就很複雜了 正品的裡面 這邊還多了兩個小置物空間 它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塞空間 這邊有兩個 然後這邊有個大大的直接可以開到底 而且並且可以看到裡面的海綿的這個隔間 我不曉得開這個 這麼大的用力是要幹嘛 對啊 它這個開到底 它是要讓我們換裡面的綿用的嗎 裡面還要調這個 大家知道這個功能是幹嘛 來跟我講一下 這個固定電腦的兩條扣回去 然後開始介紹它的這個 大通底的口袋 口袋大一 中二 然後拉鍊三 拉鍊三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開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這麼小層的是要幹嘛 開錯了兩層這是要幹嘛 這邊有兩個小口袋 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拉鍊袋 這邊還有一個拉鍊袋 這樣有幾個 你們自己數啦 然後底部還有一個就是防墊底的 你看人家防冒瓶的 有這個呢 我可以把它拔過去用嗎 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反而正品的是直接就是塑膠殼 其實它所有的功能都跟它一樣 但是它的做工跟用料 確實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質感真的差蠻多 再來就是這個包包 其實拿沒多久 它上面的那個袋子就已經斷了 所以我們先假設一個情境 就是你背著這個包包在下雨了 然後你正在塞你的雨衣 然後結果你包包斷了 然後你包包隔間破了 它真的會很乾 常在旅行就知道喔 這種背包啦 行李箱 它如果不耐用的話 真的會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建議還是買正品啦 不是說以後我們可能會賣喔 就是這個當然就是拿來 看怎麼那麼便宜 就買來用來看 這個給親身經驗 給大家做一下對比 好吧 那今天就是這一款 POINT65的這個硬盒包的真假貨的對比 那更多的使用心得 會在陸續以後 我的出行之中呢 跟大家分享 這個硬盒包的使用心得 那我現在用了幾個月之後 我覺得也沒有幾個月啦 一個月之後 我還是蠻喜歡的 蠻喜歡它了 所以我才會去覺得 這個樣子包包背起來 我覺得還可以 蠻好看的 所以我才去買了一個真的 來對比一下 那也給正在選包包的人呢 一個參考 這個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25公升的 那如果你東西比較多 塞雨衣 塞衣服 人也比較高大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挑這個25公升 如果你沒那麼高大 或者是你出行的時候 塞的東西並沒有那麼多 或者是像我就想要夏天的時候 我穿的比較薄 我就不想背那麼大一個包包之後 你可以選擇另外一款 那這一款包包呢 近期也會在我們的 布購商城裡面上架 那如果對這個包包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 也可以在我們的留言處 發言問我 那我們今天的 POINT65的包包介紹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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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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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